欢迎关注中国体育比赛传奇带你了解宇坛的最新动态 北京时间8月20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巴黎奥运会表彰大会 与此同时奥运会后首战羽毛球 巡回赛日本公开赛也拉开帷幕 奥运会后不管是国宇的奥运选手 还是国际宇坛的高手们大多选择休整 虽然日公赛贵为750高级别赛事但难免星光暗淡 国宇派出时宇齐领先出战女单陈宇飞和冰娇休战 王芷一挑大梁雅思凤凰缺席 奖魏独当一面捍卫国宇混双荣耀 奥运冠军樊晨拆对刘胜书 谭宁晋升为国宇一双 男双方面任何带领小将俘和参赛 首日比赛国宇出战五场取得两胜三负 是与其奥运会后痛定思痛染了银白色 新发型亮相两局过关但状态不是太好 王芷一强势晋级16强 文弘扬阳雷兰西止步首轮谢浩南 曾为汉挑战双阿卫国 还需要提升自身硬实力 外协会方面筋庭落后时 殷商退赛李子佳一轮由戴姿颖晋级 是与其奥运会止步八强日本公开赛领先参赛 然了银白色新发型新周期是要从头开始 首轮对阵中华台北小将苏立扬 开局强势很快20比9大比分拿到局点 但他领先放松的毛病又出现了被对手连追9分 好在友经无险21比18赢下第一局 第二局处于胶着状态11比15落后 中后局开始追分最终23比21获胜晋级16强 下轮对阵另一位中华台北选手林俊逸 是与其得及时调整好比赛状态 要把赢球的欲望再提升提升 文弘扬雷兰西均两局落败 日本本土选手止步首轮 文弘扬19比2117比21西本全派 雷兰西17比2119比21高桥光盛 两位日本选手会失下一轮 今天在17比214比5落后时退赛 对手田中勇士直接晋级16强 巴黎奥运会同排得主李子佳18比21 13比21不敌法国小将拉尼尔 8月21日日本公开赛继续展开首轮下半区的争夺 比赛从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 国语共出战时场取得6胜4负 贾伊凡昨天下午还在北京参加 巴黎奥运会代表团的表彰大会 然后今天就空降日本公开赛赛场 并携手李温妹晋级16强 二号种子星科奥运亚军刘胜书谈宁晋级 新组合坑书良 张书贤止步首轮 率先出战的蒋镇帮 魏亚欣兵不血刃的横扫晋级 稍后另一队混双促和成兴 张池也两局 击败大马夫妻到吴勋法 赖杰敏晋级 韩月在对阵日本小花攻其有花 关键分更加沉稳老道赢下比赛胜利 张义曼则遭到丹麦选手逆转 南双赛场喜悠参半人相遇 何继庭遭逆转 但陈百扬 刘毅成功晋级了 南丹下半区独苗陆光组 不敌周天成止步首轮 外协方面也有暴冷的 星科混双奥运亚军 符合金元昊 正耐引两局一零比 二溃败给巨人杀少 泰国组合苏帕克 苏皮沙拉暴冷止步首轮 双方最终比分是8比21 14比21下面来看 今日的具体赛况 混双二号种子蒋镇帮 魏亚新率先出战 对阵日本组合金字右术 松友梅左继 松友梅左继是2016年 里约奥运会女双冠军 现年32岁能力下滑严重 在与蒋卫组合的对抗中 已经三连败 本场比赛 蒋卫依然用速度压制对手 不给对手还手余地 压着对手打 仅耗时28分钟 就以两个21比10 速胜对手完成四连胜的同时 也顺利晋级16强 下轮对阵另一队 日本组合绿川大灰 摘腾下 稍后登场的成星 张池发挥出色 21比12 21比18战胜赛会8号种子大马 夫妻档吴勋法 赖杰敏也顺利晋级到下一轮 星科奥运会混双亚军金元号 郑纳寅18比21 14比21不敌泰国组合苏帕克 苏比沙拉止步首轮 陈堂杰杜一位晋级次轮 女单5号种子韩岳遭遇 日本希望之星 是青赛冠军功 岂有花 日本小花近来进步神速 得到球迷关注 韩岳积高一筹 尤其是在关键分 显得更加沉稳老道 在21比15先下一局的情况下 第二局打得十分胶着 比分胶梯上升没有拉开 对手一度20比19 率先拿到局点 韩岳沉着应对连得三分 拿下首次胶手胜利 下轮对阵另一日本选手水尽艾美 张一曼则没那么幸悦 21比16 19比21 12比21 不敌杰克斯菲德 遗憾出局 丹麦选手下轮对战 二号种子山口茧 后者21比14 21比18 战胜离美妙晋级 下半局 国语南丹独苗 陆光组 16比21 17比21 不敌老将周天成 这样一来 四人参赛 仅剩头号种子 十与其一人 周天成下轮内战 李家豪争夺一个八强席位 后者2比0战胜五加朗 此外 三号种子安东森 仅打三分钟 对手不战而胜直接晋级 南双赛场 今日国语两队组合 初战陈百扬 留意21比19 20比22 21比18 战胜泰国组合 佩拉扎伊 帕克卡波 小将组合经验 还是欠缺本来第二局 率先拿到赛点情况下 连续丢分 还需要更多的实战磨练提高 而被寄予厚望的人祥宇和记亭 21比14 9比21 17比21遭中华台北 兄弟组合李方志 李方人逆转首轮出局 与双方面 昨天还在人民大会堂 参加奥运会代表团 表彰大会的贾亦凡特种兵 是打飞低空降日本赛场 携手新搭档李问妹 21比15 21比19 徐尹惠林志云晋级级16强 奥与亚军赛会2号种子刘胜说 谭宁号是25分钟21比7 21比5 速胜加拿大组合 杰奎林 张 蔡卓如 张书贤搭档 坑书良新组合19比21 23比25 西拜日本组合广上刘一 加藤又奈遭遇一轮游 明天将进行八分之一决赛 再来看一则表彰会的趋势 众所周知 网场梁伟坑是掌管松弛感的神 之前在奥运赛场中途休息的时候 别人都紧张死了 结果这两家伙居然在讨论 奥运会的凳子 是不是受V的 真的是笑不活了 这不在这次的奥运 建儿表彰大会上 其他人都坐着板板正正的 镜头一转到梁伟坑 网场这儿画风就突变了 只见两人舒服地靠在椅子上 安安静静地听着领导讲话 这松弛感真的是绝了 感觉下一秒都要睡着了 网友们看到这场景真的是笑麻了 纷纷留言评论区 这俩是睡到中央去了啊 给他俩来床被子 他俩就赶在这打呼噜 别人端庄开会凉亡 舒服想睡 让一群有使不完的牛筋的运动员 板板正正坐一个多小时 熬不住根本熬不住 这人民大会堂的椅子 可不比LV红双喜的椅子舒服吗 把这两个活宝坐着坐着都哄睡了 这两人的表现 让我想起了教练对他们的评价 近日网场梁伟坑的教练 说出了他俩决赛输的原因 他们决赛时紧张 因为决赛他们没坐凳子 我觉得他们如果坐在凳子上 可能就赢了 教练这个回答有种好平静 又幽默的风感 此言一出 网友也笑喷了 都在说师父比梁王还抽象 确实没想到这个原因 大家再看看教练的衣服 富贵显中球 怪不得网场梁伟坑那么搞笑 原来是徐师傅 教练心态超稳的 真应了那句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网友纷纷笑道 果然是有卧龙就必有凤出 下次凳子准备好 一定让他们坐上凳子 拿下冠军